假日的活动带动地方观光 后里去公所今年特别选在停驶中的旧泰安火车站 举办了首届的泰安铁道产业文化节 除了以独特的铁道文化节和地方产业特色之外 这次还邀请了许多情侣以及夫妻党 一起穿上西装跟礼服走在铁轨上 象征爱情永不出轨 其中还有里长的夫妻党也带着两对女儿女婿 还有孙子三代同堂盛装出席 也让场面是格外的温馨浪漫 大家手牵着手一起走在铁轨上大秀甜蜜恩爱 不管是情侣年轻夫妻还是银法夫妻 每一队都在镜头前拥抱接吻 气氛是相当温馨浪漫 其中还有里长夫妻党也带着两对女儿女婿还有孙子 三代同堂盛装出席 很愉快就是感觉说有这个机会 要不然的话你自己也要浪费时间去租礼服 然后到摄影公司去拍照 那很浪费时间的 在这边刚好主办单位他有提供 那我们就依主办单位提供的 帮我们量身定做的东西去处理 这样算是第一次看到爸妈穿 我们婚礼以外的婚纱这么正式 然后也把妈妈打扮得很漂亮 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共度更多的美好未来 这样子对 不让停时中的旧台湾火车站再现风华 后里去公所这一天特别举办首届的台湾铁道产业文化节 除了以独特的铁道文化结合地方产业特色 还邀请多对情侣及夫妻党一起穿上西装礼服 走在铁轨上象征爱情永不出轨 也让许多的老夫老妻们重温当年结婚时的感动 感觉很高兴 因为回忆差不多四十年前的 四十五年前 就是这样 衣服这样穿的 婚恋好幸福 孩子个个都优秀 今天这种办这种活动 好棒好棒 我们希望藉由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家庭更加的幸福美满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大家都知道爱我们的家人 一个家庭三对 也有这个阿祖吉的 带着他的子子孙孙来到这边 那也有都是老一 结婚五六十年就会来了 所以这个整个看起来 我们是真的是很相和 气氛非常的好 公所也表示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 除了为当地商圈注入新活力外 也能将泰安铁道文化园区 打造成充满浪漫氛围的观光新景点 记得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